哈囉大家好,我是安啾 我們要住的就是這間OMO7 星野里兜道大阪 今天我們要來住這個比較平價的新年 大家可能都會以為新年是很高的價格 但是沒有喔,其實他們有推出一個平價的系列 就是所謂的OMO 他們的等級有分1、3、5、7 那今天我們要來住的是這個 2022年才新開的OMO7大阪 最高等級的7 我們來住住看吧 行きましょう 這一棟就是OMO7 我們竟然在JR的月台看到他的全貌 今天就看到這個叫BBキャン 聽說是大版的吉祥物 然後只要摸他的腳底板就他的好運 BBキャン 這裡一出電梯旁邊就是置物間 好方便喔,而且不用錢耶 因為還沒到3點 所以我先把行李機放在這裡 他是做這個面板的樣式 超高科技的 按一下 就鎖起來了 而且呢他這邊 好像是炸船 好可愛喔 他這邊二樓的設施也太多了 我看你這邊 這邊都是章魚燒耶 然後那都是他裡面的沙子 從飯店裡走出去的正面 會是沾醬的章魚燒喔 這裡就是我今天要住的房間 我住的房型是Tring Room 不喊早餐一個人一晚約一萬二日幣 可愛的小枕頭跟外面的風景 現在是大概四點 他這個長型的窗戶可以看到 哇一整片的市景 現在這個光好漂亮喔 可惜這邊剛好有一個看板 真的好漂亮喔天啊 不覺得現在那個日落時分很漂亮啊 超美的 智顏啊 他很寬 所以可以看得很廣 原來不錯啦 那麼謝謝他們都會附這個圓圓的抱枕 我覺得他們抱枕都做得好可愛喔 你看這個圓形的很繽紛 還有那個我覺得很像幸運餅乾 也很可愛 這是歐盟的特色 他們都會把枕頭折成這個樣子 真的很Q 然後 欸 這邊有電視耶 可以躺在床上 看電視 讚 而且我跟你們說 他這個 他們的 廁所 很深耶 就是 你可以在一個非常寬廣的空間 去放自我 沙發區的右側呢 就是洗手台 這邊有這個和風的花紋 像那個 我忘記叫什麼 切紙嗎 切紙 切紙吧 而且他這個是什麼啊 瓦咕咕 瓦咕咕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但是看起來很和風 很期待用到他們 杯子也超可愛 居然有123這樣的編號 壓克力杯 應該是漱口杯吧 然後是一面鏡子 跟他的浴室 欸這邊可以開燈耶 開燈起來就更美了 這也太棒了吧 好喜歡這個設計喔 很古早味耶 他這個磚塊的顏色 而且他的浴缸超級無敵大的耶 然後這個小冰箱裡面有什麼呢 喔 他給你一個 哎唷 衝到 他給你一個空的冷水壺 好像是可以自己裝水 喔 他的吹風筋是SALONIA的耶 SALONIA的離子夾好用 我都用他們家的離子夾 雨巾跟熱水壺 現在天空是粉紅色的好漂亮喔 跟大家說的那一棟就是傳說中的阿阿貝爺大樓 然後旁邊這邊還有洞期耶 不錯喔 晚上的時候可以來逛 可是這邊走過去阿貝爺大樓大概要15分鐘 有平交道耶 而且火車要經過了 止まれ 來了來了 欸好可愛喔 都是貓咪啊 這是什麼啊 好特別喔 GO GO 阿貝爺大樓 ON Kijote 阿貝爺大樓 我們最愛的金安納電塔 聽說呢我們只要穿越這個動物前一番街 我們就會來到一個新的世界 那就是大阪最混亂的地方 有一些色色的東西啊 或是一些可能那個啊之類的 前面很可怕但是這些動物看起來這麼友善耶 Mio 品牌滿齊全的 還滿好逛的 大家可以來這邊逛一間 這個是阿貝爺展望台的吉祥物 我們終於到了 它叫做 阿貝的貝亞 道口令 西邊這邊 太美了吧 哇 現在居然還看得到夕陽太棒了 真的很可惜耶 大家可以看我的腳 我就是在那玻璃上面而已 漂亮耶 然後下面就是像花園一樣的地方會點燈 阿貝眼熊的籤子 它可以穿到這些 不同天氣下的阿貝眼熊 黃昏 星空 下雨跟多雲 欸超可愛 欸是下雪耶 超濕破了 欸我才急而已 我真的很弱耶 我抽什麼都一樣 我今年抽什麼都是小急耶 我好難過喔 可是看起來沒有很差 欸我今年是Max耶 你看我今年是Max 我現在要來找換生物 我現在要來找換生物 真的嗎 不好意思 冒昧打擾一下 出去玩以外 在家也可以冒險喔 跟大家介紹一款遊戲 崩壞星球的鐵道 讓我們在銀河冒險的RPG 可以前往不同星球進行冒險 看到不同的風景 像是科技封星球 歐洲封星球 Cyber谷封星球 一顆星球據說就研發了一年 非常的認真 而且美術音樂都非常的用心 這款遊戲在日本也備受期待 而且它找了知名的日本生 小康維 我會給你指導 好 田中禮會出演 人間是 要掌握到星球 要掌握到星球 當然 我 除此之外 還有其他知名人氣聲優 這人物非常的華麗 當然人物算機關演出也非常的精緻 最重要的是它是回合制的設計 雖然現在比較流行即時戰鬥 但是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回合制 因為這樣子更多思考戰略的空間 而且還有一大優點是 就算有電話進來 或是有急事要處理 隨時隨地都可以被中斷 適合忙碌的現代人 也是這款遊戲的一大特色 甚至請AI代打也沒有問題喔 那現在崩壞星球鐵道遊戲已經上線喔 趕快來下載 一起來宇宙冒險吧 掰掰 這是我的答案 你們的旅程 晚上的Omochi 現在是星星的投影 然後到9點以後 它會換成這個河豚的主題 你們看 這邊現在有河豚的帳篷 可以在裡面取暖 超可愛的 它還會辦獎座嗎 大阪大大家原地的面積 大阪大大家原地的面積 大阪大大大圓結面入住 誰做外國的天的時候 要在晚上要聊天的時候 在晚上要聊天的時候 對 正方便槍 大大人的大魚 是的 大方便當地人 這是誰 是誰 從東北內 現在可以拿河豚燈籠 超可愛的 這個好溫暖喔 這是我現在的救贖 沒想到大阪這麼冷 我們要來領這個免費的河豚魚片跟薯條 這個是河豚的魚淇酒 這是西藤區釀酒廠的 Craft Beer 炸魚跟薯條 這個是河豚帳篷 我們可以進去裡面吃我們剛剛拿到的食物 好可愛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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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中間這個燈好看越亮喔 好可愛 好可愛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可是我剛剛拿到的燈籠 可是他們普通的 神奇 為什麼那個小妹妹也可以炫光 為什麼我沒有 很可愛喔 現在來吃這個 吃喝喝嗎 吃喝喝啦 偶像葬盪 偶像葬盪 偶像葬盪喔 好美味 它也滿紮實的 魚雞腳 好是熱的 火氣皯怎麼舔舔的 好特別喔 那喝起來是甜的 不會到很難入口 好甜的喔 薯條 就是薯條 這是日本治安最差的啤酒廠做出來的啤酒 有水果的香味 它其實蠻清醒的耶 這個好好喝喔 現在呢可以拿 回去 從SS到LL都有 然後還可以選自己喜歡的袋子顏色 他們還有城市導覽的服務 但這次行程都拍好了 所以沒有參加 外面花園附地很大 布置也很有情調 穿著他們的浴衣提著燈籠在花園 可以拍很多很可愛的照片 這浴衣超可愛 你們看這邊有三個刺繡 這邊呢也是歐莫七有光格 但這個河豚主題是期間限定的活動 已經結束了 每個季節會有不同的主題 平常是普通樣式的燈籠 歐莫七的大廳也很寬敞 在這裡吃早餐也很放鬆 每一間歐莫都會給一張周邊的大地圖 告訴你附近有什麼好吃好玩 都是在地人誠心推薦 也會有人坐在這裡看看書 還可以坐在書櫃裡 這裡面有很多關係的食物 然後把它畫成可愛的插畫 很多耶 這裡的書都很有當地特色 都好可愛 551包子後來 剛剛買的包子551 豚漫 要來吃吃看 它也沒有很糾息耶 他們這邊湯屋 它是附551的冰棒 我跟我說551的冰棒吃起來很好吃 是我喜歡的那種像冰沙的口味 還有牛奶口味 上面都是皮 陷在下面而已 我覺得皮如果可以再薄一點的話 然後料再多一點的話就好了 是不是很難心 哈哈 這次入住歐某七大阪 我還滿滿意的 外面花園很寬廣 也很用心設計活動主題 很適合親子來 雖然園區外的街道 有種畫風超變的感覺 但只要注意安全 覺得這裡還是很不錯的唷 那這次影片就先到這裡啦 之後是進入Vlog 下集待續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點個喜歡 想要持續追蹤的話就訂閱我喔 也可以到我的IG Facebook按讚追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